《风神》三部曲剧组拍摄第二周,黄渤就禁组了,黄渤饰演的姜子牙的第一场戏就是寄天台。 姜子牙带着此杀饰演的杨简和武亚凡小哪吒携《风神》棒来到人间寻找天下公主,一颗仙丹送给城门看守,结果就被卖到了寄天台的施工现场。 蓝蓬里可没有真的寄天台,怎么才能让小哪吒自然的表演一脚踩空摔下马车,乌尔善有小妙招,看着远处想象那儿有个摩天轮。 现场数百名群演饰演的苦力悲识快,运送木头的大场面着实震撼,但是要说惨,最惨的还是那个监工演员,反复派那个掉进大象粪堆里的镜头。 电影中江子牙的仙丹,闻一闻提神醒脑,尝一尝一手延年,带导人间的三颗仙丹简直比黄金还好用,第一颗给了城门看守,间接获得了禁键商王英寿的门票。 第二颗西山森林救了太子英骄,第三颗则是救了自己。 开机第16周拍摄黄渤试炎的江子牙被通缉,搞笑的是江子牙还凑上去看悬赏榜,地下交通站的贾队长一看就认出了他,江子牙赶紧一颗仙丹塞过去,拉着贾队长就走,这场戏在电影中被扇了好几个镜头。 顺着黄渤试炎的江子牙时间线,开机第19周,衔接的是激发将风神榜扔下悬崖,江子牙一跃入黄河,杨简和小哪吒紧随其后将它就上岸,杨简用了法术才让江子牙把水吐出来。 开机第11周黄渤试炎的江子牙和林雪剑饰演的西伯侯姬昌第一场真正的对手戏,四大伯侯被召入昭歌,西山森林伴随着一声响雷,西伯侯姬昌在书洞里捡到了雷震子,不远处刚被救获的江子牙他们当然也感受到了这股异象,于是纷纷赶到现场。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很难想象如此真实的雷震子宝宝居然是纯机械遥控的,道具组太牛了。 而杨简现身的水盾其实在他身后有个大型水泵,配合工作人员拉动钢丝让边上的植物产生晃动,来模拟法术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至于小哪吒,边上工作人员都穿着羽绒服,就他穿着兜兜,光着脚丫,掉轴微啊飞来飞去,几乎就没看他轴过地。 好玩的是,当杨简和小哪吒冲着机昌说老人家你怀里的妖孽时,第一反应是一个是三只眼,另一个是人偶,还好意思说别人是妖孽。 直到江子牙现身和机昌一番交流,才做出了把雷震子宝宝送上昆仑修行的决定,至于为什么送个快递还需要杨简和哪吒一起,其实就是怕站里拉满,但心性却不成熟的小哪吒惹事,需要监护人杨简看着他。 开机第十周,江子牙见证了四大伯侯女阿庙商讨对策,杨立新,丁永黛,李雪剑,高东平饰演东南西北四大伯侯,突然新王登基,各地天灾频发,这个时候他们又被集体征兆入宫,擅长占卜的机昌在这里算了一挂,显然此时的四大伯侯已经预料到他们此行凶多吉少。 其实这是激发和晕过去的太子音娇刚好在女阿庙背后的煽动避雨,女阿庙内的争吵引起了激发的注意,也就是在这里李雪剑老师生情并茂地演绎了那句经典台词,这是我儿子激发呀。 乌尔善导演当然不会浪费任何给年轻演员教学的机会,对着监视器,乌尔善就给大家讲解分析起老溪骨们的表演。 如果说女娲妙还只是老溪骨们强强碰撞的预演,那么同样在这周拍摄的龙德殿四伯侯四质子对质,绝对称得上风神第一部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场戏,也是整个风神第一部中最关键的一场戏。 伤亡英寿让四个质子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每组父子都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标子是第一个动手的,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父亲,获得了英寿给他的北伯侯继任者的称谓。 南伯侯知道自己难逃一劫,他大喊着让自己的儿子鄂顺杀死自己,但是鄂顺却转身将剑刺向英寿,结果换来的是南伯侯父子双双云命。 第三对是东伯侯和他的儿子江文焕,他与彪子和鄂顺的选择完全不同,他拿着剑不想杀自己的生父也没勇气转身去杀英寿,结果是父亲主动选择了自杀。 还是最后的激发最有智慧,他用权宜之计让英寿将自己的生父姬昌关进了地牢,至少在那一刻保住了自己父亲的性命。 沃尔善导演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这场戏的重要性,他和风神第一部的主题父亲和儿子希希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李雪剑饰演的西伯侯姬昌一直保持着厕作,其实就是他对英寿的不认可,而且从一开始姬昌已经准备好赴死,所以他才会对龙德电商发生的一切几乎没有反应,唯一让姬昌有所反应的是自己的儿子激发做出怎样的抉择时才出现了一个微微的表情特写。 最后说一下风神第一部第三个彩蛋,文太师回朝,其实这场戏是多次拍摄后期合成的。 第一次拍摄是在开机第28周,首先拍摄的是邓禅与凯旋回朝,在他身边没有标注名字的大将其实是泰鸾,原著中是邓九宫麾下的先行官。 第二次拍摄是第53周,许克青蛇中的许仙吴兴国饰演的文太师文仲在蓝棚中单独拍摄,后期再加上墨其林。 其实就出来了。 第三次拍摄是加入摩家四将,巨大体型的摩家四将其实是在蓝棚中真人拍摄后在进行的数字化放大。 其实从文太师回朝的三次拍摄的时间来看,这场戏简直是专门为风神第一部打造的彩蛋。 而文仲,邓禅与摩家四将也将成为风神第二部中西齐激发这边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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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